7月21日,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举行 龚昌慈同学自驻云南省马里坡县六河乡 听曼小学贫困生的感谢状颁发仪式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 副总领事施远强,龚启恩先生等参加了仪式 龚昌慈同学虽然身在美国 但一直关心国内边缘地区的贫困学生 自2015年开始,每年都到听曼小学 向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 并在2016年成立龚昌慈基金会 五年来累计捐助共20多万元人民币 资助了数百名贫困学生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龚昌慈同学通过视频方式 向听曼小学的56位同学发放了助奖学金 每年我们捐了50个 从2017年到2020年我们捐了50个奖学金 所以可能200个奖学金 第一名是1000人民币 然后第二名第三名比较少一点 但是然后今年我们给了两个特别的奖学金 这个特别的奖学金是两个小孩子 他们四年是第一名 所以他们真的很棒 所以我们给他特别奖学金 每个一年级有一个到两个第一名 然后几个两个 然后几个三个 所以我们捐了是一年级到六年级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表示 扶贫助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龚昌慈同学的善举为祖国的扶贫攻坚事业提供了支持 激励和帮助了贫困地区的孩子 中国政府多年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 扶贫攻坚成绩显著 其中也得到了海外友人和国际社会的帮助 特此也对关心国内社会发展的海外华人华侨表示感谢 我也希望我们的侨胞朋友们能够继续关心中国的社会的发展 继续关心中国的脱贫攻坚的这个行动 帮助我们主机国的发展 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一起做出贡献 随后张平总领事向龚昌慈同学颁发了合状 美丽中国记者现场报道